近日本港因為有餐廳表明拒收現金引來網民熱議 而這日有網民發帖控訴一間知名連鎖咖啡店拒收現金 指你們知道不收法幣現金是犯法 並在鐵紋裡標註了該咖啡店 雖然原鐵紋很快被樓主坦走 但鐵紋依舊被其他網民截圖並再次上載便士 有網民指汽水機和停車場一樣 是收八達通然不收現金 都有網民認為早已有不少門市不收現金 不過都有小部分網民引用內地作為例子 指即使內地的電子支付非常普及 但他收現金仍屬於違法行為 之後原樓主亦有上水回應指他明白自己錯了 都表示沒想清楚說話就預料被人笑 根據法例 商戶有權制定營銷的方法 包括收款方式 要清晰說明 例如只收取電子貨幣 只要顧客接受便無問題 但銷友會就表示雖然電子支付日漸普及 建議商戶接受包括現金在內的不同支付方式 而來交易順利進行